欢迎来到404大罐 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许多城市相继迎来新冠感染高峰 经历购药和就诊困难 网易号晚点Latepost记者 走访了河南省安徽省三个县城的多个乡村卫生室 去了解了农村地区的基层医疗系统如何应对冲击 12月30日晚点Latepost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表文章 无声的风暴奥米克戎来过北方村庄文中写道 奥米克戎仿佛从来没来过这些村子 但人人都感冒了一回 每个村民都确凿地回忆自己是怎么得的感冒 有村民说干活的时候有点热把衣裳解开了 也有村民说半夜起来解手动着领 还有村民说睡着觉猛然间冷了 那不就害病了吗 变化发生前医生们多少有些预感 就比如12月初那一天 镇卫生所开例行视频会议时 院长对着几十位村医模糊地说 大家再坚持几天 村医们都已经给村民做了100多轮核酸检测 从这句话里 村医夏小军领回到了领导的暗示 再坚持几天 那就是没几天了 村医镇盛山 从每天的工作中感觉到防疫政策在松动 11月的最后几天 他给村里人做完核酸 像往常一样把管送上去 两天之后大家还扫不出核酸结果 他感到异常 他很难确切地回溯 放开的消息是怎么抵达他的诊所 也许是从抖音上看别人说的 也许是谁把乡里的消息带进村呢 也许是村里被封折的那家超市突然开门了 几天后 当镇盛山的百石片铺热系统开始见底 他才拨通县里最大的那家医药代理商的电话 销售说 药都抢没了 对于很多城市里布洛芬和泰诺一片难求的状况 镇盛山那时还一无所知 因此那一刻 他没听懂那销售的话 他问 啥药都抢了 你为什么没药了 等他坐车赶到县里 医药销售公司门口 排着一两百个等着拿药的医生 尽管 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 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 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些不服从的个体 顶着被删号 被约谈 甚至被监禁的风险 对不公益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 在404文库栏目中 长期收入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CDT 致力于一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 以及人民与审查对抗的努力 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nnyGram平台项目投稿 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 做出你的贡献 投稿地址 请见本期播客的文字简介 阅读更多内容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 大家订阅